这个呢就是我们的黑面浆经啦 那黑面浆经它的主要工人喔 它是以沙为主啦 如果那个泥土啊已经有病害了 一直种的问题病害很多 那用这个黑面浆经做泥土的改造 是非常有效的 黑面浆经里面它的那个我们一个盖子 因为现在很多人就是就是 剥裂了这个盖子的存在 而且它的氮元素 这个氮元素黑面浆经的氮元素啊 它可以长达70天到90天 非常非常的久 所以这个是因为如果是油烈 它在没有几个几个中头啊 它会氧化掉 那黑面浆经它会很久 那还有一个盖子 那个盖子它非常重要是 除了补充泥土盖子之外 它还有一个就是煞的作用 那黑面浆经呢 它本身呢 是非常简的 所以我们就用这个非常简的 我们做泥土改造 那它这个黑面浆经 它除了这个氮元素和这个盖子之外呢 它主要喔 是可以把泥土的这个很多病害啦 比如我们讲这个线虫病 它可以可以杀死线虫病 而且它可以把泥土里面的那些碳水和化物 我们叫carbon metal 也帮助你啊 帮助你啊 把那些carbon metal 骨化成乳基肥 它也可以做泥土消毒 OK 在日本呢 它们是叫做热光消毒法 对吧 比如说我们把那个泥土和那个菜啊 头头尾尾的菜 再加黑面浆经下去 倒之后喔 加水了 我们用黑布盖喔 它的热度啊 会把里面的虫害杀死掉 这个就是黑面浆经 那如果我们的盐呢 尤其是现在我们的马来西亚的泥土 已经是很老化了 我们有很多连坐 当我们在连坐的时候啊 我们会遇到病害 这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我们坐一次 第二次 第三次的时候我们就很难坐 那如果叫A面浆经做泥土消毒 泥土整理的 我们可以在一个月里面啊 又把这个泥土啊 全部的把它复原 成为这种好像新的泥土一样 它除了这个之外 它可以在过后啊 它会增加那个维生物的那个货力 它会把那个空气中好的凉镜啊 叫下来做工 叫下来做工 那么它有增加 会增加我们的 自物的抗病的人力 所以它又是保护地 它又是整理地 又是改造泥土 所以比如讲我们的泥土里面 是百戈泥的画啦 百戈泥啊 百戈泥几乎很多东西都不能够种 如果百戈泥能够用黑面浆经 再加碳水合化物啊 一起改造啊 那你会看到我们可以改造这个 百戈泥的 所以做泥土方面我们可以做到 它里面还有一个呢 在我做稻田的时候啊 它有撒螺的作用 那个稻田有很多螺啊 比如讲我们种菜啊 当我们做香好啊 弄好之后 它螺专门是吃那个新苗 它可以有做撒螺的作用 但是它这个沙罗是有机性啊 它不是毒性啊 它不是毒性 还有种菜啊 很多人会遇到 它们叫做土狗啊 土狗 它这个会把那个土狗干掉 因为它土狗它不是死在里面 它是受不了那个气啊 所以它会死掉 那么在两三年前啊 应该是2005年的时候啊 农牧世界有介绍过 在佩拉州 在这个斯特湾那边 Bandiramis 这几个地方啊 它们叫黑面浆精啊 撒在那个 那个什么 那个油棕苗嘛 因为它怕山猪嘛 山猪一直来吃嘛 它们撒在那边哦 那山猪不敢来吃 但是大山猪大大吃的 我就不知道 那个只是它们做了四年 四年的时候 如果它们有看到这个效果 你可以refer到那个 2015年12月 十二月份的那个农牧世界 它就有灯这个东西 那黑面浆精 但是我是主要呢 是介绍黑面浆精 来做改造土壤 泥土消毒 改造土壤 好像如果它们种姜啊 种什么东西 如果它不能够再种 那么用黑面浆精来改造 是非常有效的 这个我们 日本那边啊 或者是韩国啊 它们叫做寄干环田 就是把那些不要的那些 头头巍巍的 草也好什么东西 我们把它全部啊 在一个月里面 把它改成有机灰 那么你的草 其实草里面也是很多肥的 就把那些草啊 改成有机灰之后 还原给泥土 那泥土非常漂亮 这个就是黑面浆精 好 好 好 谢谢 不过Henson 好 好 谢谢 谢谢 好